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我们与美国 日本 欧洲等国家的友好关系 也在不断的进展之中 为了打造外交新局 外交部更全力推动新南向政策 深化与广化与新南向目标国家的关系 在双边贸易 人才交流 区域合作等方面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 在落实全民外交的面向上 外交部持续举办外交小兼兵 国际青年大使 农业青年大使 以及全民外交严细营等活动 提供新世代更多元的国际参与机会 为了增进外交部与国人的对话 2017年 外交部首度推出脸书粉丝专页 邀请大家一起透过新媒体来关心台湾的外交现况 欢迎各位朋友 尤其是青年朋友 随时提供建议与指教 外交部一直致力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以及国人的与外便利与尊严 目前国人享有166个国家与地区的免签 或落地签证的待遇 从2016年年底 英国 美国 澳洲也陆续开放对国人的机场便捷通关措施 相关讯息请参考我们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网站签证专区 在此特别提醒出国旅游的朋友们 出发前请一定要确定 护照至少仍有6个月下期 并在外交部领务局网站进行出国登录 及加入领务局的LINE官方账号 若遇到紧急情况 请拨打国内免付费紧急服务专线 0800-085-095 国外则请拨打付费电话 886-800-085-095 在这个赫家团圆的温馨时刻 本人也要借此机会 向全体驻外同仁及宝卷们 致上最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感谢各位坚守岗位 在春节期间照常上班 为旅外国人提供最及时 最贴心的服务 最后大卫与池林 在这里敬祝大家 吉祥如意 赫福平安 新年好运 旺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